第四期《Deading》 啊 井Sir 怎麽如此熟 你還好說? 這麽多人玩過這個電路琴都沒有玩過 你一玩就螞蟲了 不怕啦 上個星期你不是教我們用On SHAP 我們重新玩過就行了 你講啊 你自己玩吧 好啊 其實你都要爛成這樣 我覺得當時我們打印的時候 所選擇的密度不夠高 還有設計上也有些問題 你看看這幾個組件 尤其是這個組件 很脆弱 現在這個組件已經亂了 對 雖然你拍攝完整個組件 但如果跟著這幾個組件 這樣畫幾年後便會很難 對 但要重新畫 on shape 能夠不夠 那你不用擔心 雖然on shape我介紹過是免費的 而且我自己做了on shape 也不太多 但我比較和一些我以前用過的 專業機器的組件 例如lanta、solidworks on shape 能夠做到以前的 這麼厲害? 對 反而你要考慮 如何解決以前錯誤的問題 考慮你 現在我們準備用on shape 畫的東西 我們除了要準備後部電腦 還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想尺寸去量度尺寸 尺寸就是尺 但我們要是卡尺寸 可以用卡尺寸去量度尺寸 這裏也是單薄的 薄到死 這裏的厚度只有16 所以我需要加好一些 就不妨礙了 好 現在這樣我就畫一個大的 你畫兩個小的 好嗎? 就可以 好 蕭芳剛才我們說過 之前的白色片 這裏太薄了 所以我現在就剩下它 這裏是7 這裏有7mm 再者我就把這裏都加固了 用這個方法去牽住旅園材 是否會實際一點? 嗯 是呀 好 至於這些半圓位是很重要的原因 還有這裏我們加上一個圓角 其實是會保障弓件更加有力量的 因爲如果你沒有圓角 這裏會轉變更加 現在我們將它擠出 現在擠出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還要加上好多的洞 來裝螺絲 這兩個洞 你看到這裏 我用沉孔的方式嗎? 看到了 知道嗎? 不知道 真的 然後我們用這個平面去畫草圖 用這個方法把它放開 就可以夾住你的小件 好 再來就是 這裡加上頸蓋 旁邊有個洞 這邊有個洞 但是我想在這裏加一個六角形 套進去 待會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還有在這個洞的對加 我又轉了一個大洞 看到嗎? 看到了 為什麼呢 但是 待會我就解釋給你聽 至於圓角的目的就是 讓這件收到圓滑一點 今天阿Sir畫這件 所有方法都懂得懂 即是那些技巧都懂得懂 但是你未必畫得出 這麼複雜的工件 就是因為你可能 在設計上 還未想到一些細節 現在我就把它打印出來 然後慢慢解釋給你 好啊 看到了 主件打印出來了 剛才你問過很多問題 為什麼要有一個尋孔 就是螺絲套進去 就可以把電磁鐵 不怕硬著它 對 另外 這裏破開了 之後可以把細節放進去 為什麼這個洞 這樣穿過去 而這裏有六角形 剛才你問 知道有什麼用嗎 知道 用來嵌六角形 才沒有上去 對 那你嵌了下去 這樣扭好它 那時候 你就不用找一個小團 去牽扭 對 至於這兩顆螺絲 怎麼扭進去 這顆當然可以這樣扭 對 但是這顆是頂住的 所以我開了一個洞 剛才你問為什麼 看到沒有 看到了 原來是這樣 最後 這裏還有一個洞 又是有尋孔的 這個洞 就用來配合這種螺絲 和T型的絲毛 把它夾進去 鋁型材裡 明白 好 好了 都畫兩個小的 有沒有不懂怎樣畫 有啊 我就不懂這裏怎麼轉洞 還有 不知道怎麼把它們兩個 螺絲在一起 上面那個圓圈 哦 首先 我想問你 這個主題是什麼 圓柱 圓柱 你會畫 但是圓柱畫的方法 就以這個做平面 是不是 這樣畫上去 對嗎 這個轉這個圈的平面 應該和這個平面 就成90度 是的 再看這一個圈 又是和這個平面 又成了90度 所以這三個圈是在三個平面上 我們過去一起做 好 小官你講了 主題是原主題 原主題 原主題是怎樣 先畫草圖 草圖是一個 圓形 是 然後呢 然後我再放出 有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怎樣去做圓 其實這個圓 你要找另外一個平面 剛才你在頂屎圖 就做平面 就畫出這個圓柱體 接著我們用右屎圖 然後呢 你就在這個地方 畫一個半圓圓出來 OK 現在你換劑出 對 完成了 yes 然後又買尖角 有幾個型 conscious 完成了 炎 絲線 原主題就製錄過 好,我們想把這個位置轉通,也是畫草圖 我們這管插入大約約約20mm 好 待會炭纖管就可以插進去 現在插什麼? 現在插中間有一個大洞 中間有一個大洞,是雙螺絲 又是用剛才的招,用一個平面去畫 但這次我們用正式圖的平面去畫手圖 你在這裡畫一圈? 好 圈在中間,就兩邊擠出 是 完成了 是嗎? 對 這個畫好了,另一個呢? 這個是不是跟剛才一樣的做法? 都是在這裡用平面伸出去? 都可以,但如果你在這裡畫平面伸出去 平面就要另外加 在這裡加平面伸出去 有另一個方法,你畫圓圈和洞的時候 修改草圖 你現在在圓圓的位置畫一個長方形嗎? 好 好 尺寸大約先 好了,畫好之後 然後你將沒有用的線插走 這把手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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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造現在是甚麼? 一個布板塗 對 對 那你現在用它去製出 好 就變了你想需要的形狀 對 好 好了 兩個你都畫出來了 有沒有東西你想改進一下? 有 我不想這個弓箭會兩邊搖 怎樣兩邊搖 好 那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打算將它中間設計成四方形 一個軸就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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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它就會兩邊搖 好 你試一下 正方形 你接著怎樣修改 接著我就將它擠除了 好 好 好 之後就在它中間正方形那裏就轉個洞 這樣 接著怎樣? 接著怎樣? 接著我就想在正方形那裏 就把它變成一個圓角凸出來 這樣 你做吧? 好 噢 你想這樣? 這樣嗎? 這樣它就不會兩邊擺放 就在上下擺放 噢 好 那我們現在做完尾部吧 好 好 這裏就是夾在電子鐵上 對嗎? 對 嗯 好了 小豐 兩個設計器都打印出來了 你覺得怎樣? 都可以 哇 on shape 真是很有用 竟然可以將它們沒有終生有 何止 其實on shape 還有很多功能 例如可以畫我們平時畫的三面圖 立體圖等等 不知道 我們這次就配合3D打印B來做 其實我們還可以配合CNC 你知道什麼是CNC嗎? 不知道 你看看我的影片吧 CNC就是電腦控制器的computer human control 如果我們用3D打印就用加法 將電弓件由無中生有的打印出來 CNC就是用物料去減光光 將不要的材料去打磨走 就剩下了一片 變壓器皎 其實on shape 還有很多功能 例如它還可以做動畫 竟然 不如下一次我教你 如何在on shape 装撼這幾件配件 好嗎? 好呀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師 他是王小姑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